大家好,欢迎来到广东话大圈子,我是一心 今天要教大家更多有关茶餐厅的用语 首先,温习时间 之前我们教过 鱼蛋米线走葱 鱼蛋米线走葱 鱼蛋米线走青 鱼蛋米线走青 冻奶茶小甜小冰 冻奶茶小甜小冰 腿蛋自汗底 腿蛋自汗底 鱼蛋米线加底 鱼蛋米线加底 今天我们就要学一个新的词 鱼蛋米线扣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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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底 究竟扣底和家底有什么分别呢? 家底的意思就是要多些饭和多些面 扣底的意思就是要少些饭和少些面 扣 扣可以解作 扣减扣 又或者把所有不要的东西都可以叫做扣 我们可以说 扣起它 加的意思可以解作增加 在这里加底的意思就是增加加 另一个意思可以说 这东西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加进去 白饭加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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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你叫一碗白饭的时候 如果不是糖吃的 又要怎么叫呢? 首先 最文雅 最正常的 相同的说法 外卖 外卖 接着来一个比较口语 比较本地的说法 拿走 拿走 接着最后这个 最厉害 最本地 你说得出这个 人家真的觉得你是本地人 走街 走街 外卖 拿走 走街 好 那究竟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外卖 就是最文雅 最正统的说法 亦都会用在书面语上 如果一间餐厅有外卖菜单的话 上面会写着 外卖菜单 是不会写 拿走菜单 又或者 走街菜单的 拿走 又是什么意思呢? 拿就是用手拿起那个拿 走就是离开 那意思 拿走的意思呢 即是你的食物 要拿去其他地方吃 走街又是什么意思呢? 走街的走 即是走路的走 街就是一条街的街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说走街 意思就是你要拿些食物走 外卖盒也有很多款式 我看到很多海外的外卖盒 通常就是用这种纸盒 小小过 但在香港通常就是用 法布膠盒 好像这个 纸盒 紫盒 法布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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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就是纸盒环保一点 抛书标时间 大件夹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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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 对我们来说 ás99 件 他可能请问 是否那个量词 吗? 是否那算造成衣服上 错了 另一层 大件放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说 了于下 份量不少 又或者大便很大 叫做大件 甲的意思 在这说 即是解 跟 亦是 就是这样的意思 底 即是说这东西很便宜 又或者是解这个价钱非常值得的 食就是吃东西的食 所以大件夹底食的意思就是 这东西份量又多 价钱又便宜 就好像茶餐厅的食物 大件夹底食 好 那大家就练习拍了 都是那句 广东话是我没语 但如果有任何错留 欢迎留言告诉我 是这样 先吃饭